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王先生37岁来自黑龙江个体 孙女士34岁来自黑龙江个体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四位老师好 结婚七年 对 就是当时我们俩是闪婚 对对方了解不是特别深 结婚之后就发生了各种分歧 总是因为各种小事争吵 现在就面临着七年之痒 痒到什么程度 就是现在无话可说 吵架冷战好几天 有孩子吗 有孩子 孩子多大 六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说说呗 被什么事吵 有什么冲突 那就从刚开始结婚 第一件事开始说起吧 以前我们俩不是打工认识的吗 后来结婚之后就想着 以后创业能多转一些 我俩就在去南方 还是留在北方而争吵 这点事你说了多少年了 平时就是只要有点事 就把这个事搬出来 以前的事呢 他也要翻小茬 本身嘛 他那意思是想去南方 我的想法呢 就是在家附近 最主要我俩还打算要孩子 你说要孩子之后上学也是个问题 假如去那么远的话 那父母都不在身边 我感觉就不那么太合适 我才创业应该不顺利啊 前期还可以 后期就不顺利了 因为以前我一直在南方嘛 我在南方那边朋友也多 待了十多年了 人家关系也比较广一些 所以就想着留在南方 南方那边气候我也比较喜欢 你在东北的话 家人朋友不也都在吗 咱俩结完婚 还没能走呢 是不是就有孩子了 咱俩一开始想走的时候 还没有孩子 那趁着年轻你不闯一闯 到以后到岁数大了 年龄大了 咱俩可能再出去了吗 你们在南方要做什么呀 一开始没想做什么 就想出去 想那边发展一下 因为南方经济发展 要比北方快一些 后来你们留在家乡 做的什么买卖呢 开了一个手机店 那现在这买卖是难做 所以难做之后 我就想起来了 假如你要是一开始去南方 肯定要比现在好吧 所以你就算找后账 他就是每次就这样 一开始吧 生意其实我俩做的也挺好的 后来说想把那个店里再扩大一点 但是说附近没有一些合适的店面 所以我就出去就开了一个 就这样 不是挺好的吗 对 我觉得 就开了两家店了吗 对 扩大之后 前期他那块生意也比较好 后期就变了 那后期变很正常 不也是因为后期又雇了一个营业员 谁雇的 他那边又雇了一个营业员 又多出了一笔开支 人家店面大了嘛 人要用得多 对吧 对 你本身那个面积在那呢 你就是说你雇过营业员很正常 再说那个费用也不是我们出 那是人家厂家给出 厂家出 我们可以不雇这个营业员 把钱自己留下呀 那是你的想法 人家不给你出人 不可能也给你出钱 我听明白了 他不是介意是不是这个人 你老婆那话 你其实可以直接跟他说 你嫌他不尽力了呗 我说了 那么个店就还用两个人 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他是嫌弃在这儿 我理解的对吗 营业员吧 我估计也是跟女生 长得太年轻了 好像相貌 他也有点意见有可能 但是夫妻不也换了吗 他说这个生意不好 真就跟我没关系 你知道吗 他就是整体大环境的事 怎么就没关系呢 你怎么往处跑啊 回店好几次碰见 他都没在店里 我给他打电话 那干嘛 他说出去办业务了 你每次回去 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 是不是每次都是 下午一点半以后 有很多单位是刚上班 比如说工商税务 有的时候我还得去报税 对吧 在家人还有新进一些品牌 每天都是下午 那个时间去开会 他总是有各种借口 到后来我才知道 他出去不只是办业务 他是出去玩车 他特别喜欢改装车 后期就是因为不挣钱了 我后来才知道 他把就是一部分这些钱 都拿出去改装车了 一开始是 我拿一部分钱 去改装车了 但是你想呢 我不吸烟吧 我说不喝酒吧 我也不除去钓鱼吧 我也不去买各种 没用的东西吧 就甚至买衣服 都得说是你选 我从来我也不乱花钱 我假如说我吸烟喝酒 那费用很大 我假如说再有一个 别的爱好 比如说钓鱼 那干儿得总货 你这兴趣爱好 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化学也太大了 他改车这钱 都能再买一辆车了 你说有这钱干嘛不好啊 改车一般比买车还贵 对啊 但是那你别的爱好 它也得消费啊 我从小到大 你也知道 小时候我就喜欢车 长大时候 我现在有点能力了 进行我的爱好 那很正常啊 这做买卖就是这样 对 我唯一的爱好 业绩好的时候 什么都好 业绩一不好的时候 什么都不好 所以我现在听来听去啊 夫妻真的在一起 联手创业 会影响感情 是 这相当于 合伙人之间有分歧嘛 对 因为怎么分 说不清楚 是夫妻 对吧 对 如果纯合伙人的话 我们这个店 怎么分钱 分完之后 你爱改装改装 爱干嘛干嘛 合伙人也管不上 但是又是夫妻 所以麻烦 这是从店里的事 开始说的 对吧 对 咱们说回到家里吧 在家里怎么样 家里 先说家务吧 家务他不管 都是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白天我要看店 我也挺累啊 是 现在成问题了 那最开始的时候 我提没提出 来解决方案 咱俩去买这个新房的时候 装修这一块 我就说了 买个扫地机器人 咱们正常一天扫一遍 不行咱们扫两遍 他洁癖 你知道吧 他完美主义者 然后这样的话吧 咱们回家之后 你要是懒了 不愿干了 咱们就不做了 这样的事直接 就把这问题解决了 然后人不同意 一开始吧 家务我也做 地我也扫 也拖 但是呢 男的心都大 边角干嘛 拖它一点都不干净 这拖了 那儿就不拖了 有的时候就能看见 这一片地儿都没拖地 对 就是一个想法 我能不生气吗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那你不拖地 不打扫卫生 你可以做饭吧 饭你不也不做吗 那为什么以前恋爱的时候 你都能做饭呢 婚后之后你就不做了 以前做饭 那是咱俩打工的时候认识的嘛 后来不在一起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 咱俩天天点外卖 我就觉得说是想给你补充点营养 但是后期你这也是物性高 后来做做饭之后你也学会了嘛 学会之后然后你做的饭的确好吃 比我做的好吃啊 然后那你就多做呗 我也不是说现在一顿都不做 我就是做的少点 那我做饭你可以烧碗吧 你起码能干一样是不是 你看又回到以前的问题了 每次就是 你反正现在这偷懒 已经是偷得比较高级了 我做的不好我就不做了 谁做的更好谁做 是吧 对 他要我 我是这么想的要求高 洗完也是 洗完之后第二天拿出来再用的时候 说看里面有油渍的了 又这又那的 然后我当初我也提出解决方案了 买洗碗机 对对对 不是 洗碗机用了以后确实不炒了呀 确实挺好的呀 看钱废水 我测了一下啊 洗碗机是比手洗 就是咱们自己洗要省水 是吗 当然了 那你看 人家最主要人家说了 洗碗机洗得不干净 洗碗机洗得老干净了 洗碗机就是别买太好的盘子 那不说家务 说孩子行吗 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也很难管 他不就喜欢玩改装车吗 孩子也喜欢 从小就受他的熏陶 挺好呀 就是上课都不注意听讲啊 走六号啊 老师都找我了 不 上课六号跟他喜欢改装车 是两回事吧 老师说了 你家孩子就是上课的时候 怎么研究新的车呢 现在就是成我问题了 孩子的爱好是我熏陶的呀 那你平时还没假呢 你有的时候还摆了摆了 那些娃娃啥的那家里 咱们抓的那个 你是不在这强词多理呢吗 那一个男孩能去喜欢美甲吗 也有啊 我问个核心问题 这儿子到底谁在管 我管的比较多一些 那就行 为这个家我就认为我付出的多一些 他就是参与的特别少 我就感觉有他没他 我感觉没什么用啊 哎呀 现在中国很多年轻的女性 婚后都这么说 哎呀 我怎么觉得 我是丧偶式的婚姻啊 有他没他都没用 对吧 对呀 是吧 对呀 没他反而更轻松 家里少一个人 不用去续道 对不对 对 我管孩子我怎么要求 还没人拖后腿 对不对 对 是这么想的吧 对 你说刚才那话题他说我没用 那没用呢 家里那些什么马桶坏了 或者是灯需要换灯泡了 那些这些东西都是我做的吗 不是 他们会这么说 这一年能坏几回啊 对呀 一年就那么坏那么一次 有的时候甚至一年都又都换不上呀 对对对 你要买灯泡买得好呢 三年还不换呢 对呀 你看看 很多反正就是经常发问这些事吧 行 知道了就是 在家庭琐碎的细节上面 妻子觉得付出多 觉得丈夫没有付出 丈夫觉得委屈 对吧 有一次他除去留了 回来之后呢 孩子生病他也怪我 那你说那孩子本身年龄小 那底下的一滴 他就说孩子有病跟我有关系 没关系嘛 他平时玩游戏的时候 他能成就有成就有玩 那你说孩子生病了 我要照顾孩子 他呢 他在这倒头呼呼地睡 哎 这都是死仇啊 咱们这个家里面的事 大概知道了 就是双方可能都不太能看到 对方为家庭的付出了 还有什么让你们觉得不舒服吗 对孩子学习这一块吧 要求特别高 感觉他就是家里的老大 嗯 假如那孩子说是 你马上去 把衣服穿上 必须得五秒之内直行 嗯 不直行呢 就怪孩子不听话 比如说今天我想去刷车 他说不行 今天不能去 有可能明后天下雨 我就行不行 我今天就想去 然后万一真下雨了 他就说呢 你看 我不让你去 你非得去 下雨了吧 就这样 你这心思也够细腻的了啊 这事也是个事吗 他就总是这样啊 就是小肚鸡肠 你也不怕自己老得快 这点破事你也管 你也累还不落好 还有别的吗 我没什么太多的啊 今天是他 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不是 你就把你心里的苦说出来 不用耗面子 你们这婚后双方 两个家族的关系怎么样 你要不说这事好点 一说我就想起来件事 他妹妹比他小个四五岁 现在也是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然后呢 对方要求这个妹妹拿十万块钱嫁妆 对方呢是拿多少多少钱 然后呢 人家就答应了 答应之后呢 这个钱是我出 我不理解这个钱为什么要我出 对啊 我答应不也是为了 当时打了恋爱的时候 你不就说孝敬父母吗 我因为我家里 我是老大 我父母没有那个退休金 他俩手里攒那么两万块钱 还留着以后养老用呢 那你当时说承诺我的 以后咱们一起赡养老人 这不也是变相的赡养老人 教教老人了吗 你现在这个问题 不是说咱俩赡养老人的问题啊 你说假如说 那你说他假如现在结婚 需要这笔钱 我父母拿不出来 是不是得出去借 那咱俩要手里有 咱俩可以拿呀 那你现在问题出的 不是说是必须得拿这笔钱 那你妹妹去考虑 他们两口出对家的时候 应该爱情大于说是金钱吧 他俩去考虑说 自己家庭什么情况 对不对 然后最主要现在说是 你提到孝顺父母 我平时对我老丈人 老丈人女儿多好啊 说难听 假如说他们生病了 或者怎么样 那我肯定我是 把所有钱都能拿出来 给他们治病 这叫赡养 假如说他们现在想旅游 我拿钱去带他们旅游 这叫孝顺 对不对 你现在是你妹妹 是不是需要拿十万块钱 去结婚 我是孝顺父母 还是孝顺你妹妹呀 这不是变相的孝顺吗 不是 这个事你跟她商量过吗 商量了她不同意啊 后来呢 拿了一点 这不同意怎么还拿了呢 那不拿也不行啊 那人家难发 又买楼又装修 咱们不可能一点不赔送吧 你不赔送了 我妹妹到婆家 也直不起腰来啊 你拿完钱 你妹妹直起腰来了 我现在感觉我腰疼 我直不起腰了 不是那么回事 那没办法呀 这钱已经拿了 那你现在说出来有啥用啊 是 现在说就是这个事 真得说实话 她那个对象 她就是油嘴滑舌的 天天给你妹妹花大饼 我拿这钱我都闹去 我一看出来不是过日子人 那以前没研究结婚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呢 说这个男的怎么怎么不好 现在说研究结婚 让咱们拿钱来 你说她不好了 那你早干啥去了 我不是为你家好吗 我就是怕你妹妹 伤则受骗吗 我这不该拿 就拿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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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明白 最后拿了多少钱 拿了三个钱 本身我们条件不咋好 拿了就行了 姐姐的心意也到了 她总说人家男方不好 那你说日子是人家俩过是吧 人家俩过日子 为啥让姐夫拿钱啊 这不是前期结婚吗 对呀 你这 你当姐姐的你不得 对对对 行 那她是不是 真的对你父母很好 好不好 平时还可以 对 啥叫平时还可以 除了这方面 拿钱的方面 别的对着也挺好的 但是你说就因为这方面 去老去说我父母 那你说她家 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啊 她家咋了 因为刚刚开始闪婚嘛 所以就是对她父母 不是特别了解 她爸就是特别能喝酒 一天喝四顿酒 我后来我就劝劝她 我说在你那个 这样喝酒对身体不好 就是她家就她一个孩子嘛 那以后赡养老人 肯定也落在我俩身上 她也遭罪 我俩不也是负担吗 是不是 但不劝 我劝了 那你说我劝能当你面劝吗 当你面劝就相当于 这想法是你说出来的呀 那你们以后咋说了 我的确我说了 我爸回答我了 说怎么的呀 你是不是怕以后我老了 这酒钱你们两口都扫我了 那我就没法多说了 主要是她总喝酒 她影响咱俩的正常生活了呀 老爷子喝酒 怎么影响你们的生活了呢 孩子刚满月的时候吧 有一次她爸就喝酒 半夜才回来 正如感情 我要起来给孩子冲奶 冲奶她爸说 你别起来了 我去冲去吧 冲完之后拿过来 我这一闻着 个味道它也不对呀 用白酒冲的 你说这也把我气的 你们现在是跟你父母住在一起啊 我们一起生活 和其关系怎么样 就因为这些喝酒的事 总那个 那今天来要干啥呢 就是现在 争吵慢慢地感情也大了嘛 对婚姻看不到希望了 说实话 我每天我在工作上也挺糟心 也挺烦 每天我也得看人脸色 天天我就第三下次的 我在社会上生存 然后呢 每天下班 我自己 我真的说实话 我得 自己在车上 我得带半小时 我去调整我的心情 我不想把我的负面情绪 回来带给她 然后我好不容易调整好了 我上楼了 人家屁股盖脸来一顿 几点下班了 咱才回来呢 然后 我好不容易调整那心情 一下子又崩溃了 我感觉 家应该是一个温馨的地方 我在外面受多大的委屈 回来 我应该是感觉到幸福 感觉到温暖 现在就反而就是让我感觉 就特别压抑 特别累 每天我都不知道 我何去何从该去哪 我这后半辈子 我该怎么生活 我现在真不知道了 现在几家店啊 现在剩一个了 他那个就关了 现在这店谁打理啊 我俩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给你造一个完美丈夫 你把这个完美给开个条件 就是想以后能为这个家 多付出一些 能承担起多付出的标准 能分担一些家务啊 或者是孩子方面能带带 他的那些兴趣爱好 尽量要少 没了 对 这就完美了 我们也给您定制一个 完美的妻子 怎么变 总变温柔一点 然后少捞的一些 别翻笑茬 对我要求别那么高 适当地给我点力量 毕业的时候 是我做什么去反驳我 就理解呗 对 行 要求听起来都不高 做起来好难 咱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并非 所有的夫妻 都会被七年 滋养所打败的 丈夫刚才说了 家庭是温暖的港湾 你耿耿于怀 妻子对你不理解 还指责你 你在外面受到了委屈 告诉妻子了没有 如果你把自己在外面遭遇的委屈 向妻子倾诉 他还会指责你吗 这能怪他吗 刚才你也说 自己的丈夫 在家里就是一个摔手掌柜 但是我们也要分析 是丈夫故意不作为 还是妻子太贤惠 你在家里把什么事都干完了 你让他还有什么事可以干呢 在你们家为什么不明确的给他 做家务分工呢 你不做我也不会来做的 就让他摊在那里 但同时不打压 多鼓励 有一点我认为妻子做的不对 你妹妹的嫁妆 为何要让姐夫来自办 你刚才那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我们当然要顾及娘家 但是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 虽然她内心不满 但最后还是出了一点钱 说明你的丈夫还可以 面对青年滋养并不可怕 这时候关键的 是要多些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多去为对方考量一下 这样的话就难事不难了 我断言你们也理不了 因为双方的心中都是有对方的 我也坚信你们这对小夫妻 是一定能够打败青年滋养 你说知道你老公每天回家前 还要在车里待半个小时吗 不知道 那现在你知道 对 你觉得他在想什么 可能他就不想回来面对我 好 再往深再想一想 那你觉得 他在面对你那会儿 他的心情状态会是什么样子 都怕你了 好烦 所以这就是你们现在出现的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 不互相理解 问题的表象是双方都焦虑 你焦虑于他要分担家务 要管管孩子 在这个家里面 为什么我得不到他的关注 为什么他不关注到我的心情 同样 他也有焦虑 我大概能感受你的焦虑 事业事业不太好 外面得不到足够的尊重 你也是担心老爸的身体 对不对 你也是怕孩子生病 或者是家里有什么样的突发事件 你们承受不了 但是无力感很强 付出了时间和精力 但就是没有那个成果 所以你也焦虑你也怕 当一个家庭都在焦虑的时候 那其实有一件更令人焦虑的事情 就发生了 居然你们两个人之间 是没有什么有效沟通的 我劝你们 不妨你们真的是安静地坐下来 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话题 不妨自己先引出一个话题 你心里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 为什么不愿意和对方去说 因为得不到回应 长期以来得不到理解 这是关键的问题 回去好好聊聊吧 好不好 多久没有相视一笑 然后对对方有一种默契感了 多久没有一起抱一抱了 多久没有给老公主动地去做一次饭 主动 你多久没有突然也露一手那种冲动 好不好 就这样 他每天在车库待半小时这个话 你第一次听见对吧 对 我也第一次听见 他说我在车库里面每天都要待半小时 下面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我忘记了 你根本没听嘛 他说我要平复 我在外面太受气 我平复一下心情 第一生下期的在外面 我要回家换一个去面的家人 我要平复一下一天的心情 才能来面对你 你第一次听见 我也第一次听见 我记住了 你有听他说话吗 你们出现什么问题啊 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我刚才指出的 你们没有相互聆听 就他说的那个什么话 你其实没有真的听到 你说的什么话 他也没有真的听到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你们没有好的沟通的方式 打比方说岳父岳母今天有难事 过不去了来找你帮忙 你帮不帮 帮 你岳父跟你说 我今天要去外面 找别人借三万块钱 女婿你能不能借给我 你借不借 借 借了之后你要不要求他们还 那还还啥 那跑了吗 我拿钱能又还 这不是一回事吗 你听懂了吗 就你的沟通方式不对 你为什么跟他说 这是给我妹妹的嫁妆 这不是跟你妹妹家装啊 这是你妹妹要从你爸妈那边拿钱 你爸妈没钱 没办法了 所以我来跟女婿借钱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他们开不了口 让你这个女儿来跟女婿借钱 对不对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三万块钱拿了是不是 对 你爹妈感谢他了吗 感谢 当他面感谢的吗 没有 所以吗 他做这个事情的意义何在呢 如果他爹妈喝着小酒跟你说 女婿全靠你 我们家这个事封封光光办下来了 你高不高兴 高兴 你觉得这钱是不是给的值 是不是就这么一回事 你看啊 你当时怎么让他做饭呢 是不是夸他来着 对 我说他做饭好是 对啊 你不是一直夸他来着吗 但是你之后有多少事情让他夸他 今天你站在舞台上夸他多少句 他辛苦 你告诉我他辛苦不辛苦 没夸 肯定辛苦对吧 又要赚钱 又要带娃 又要做家务 又要做饭 你们家还有俩老人呢 还要照顾老人 对 那你平时又怎么夸他了 没有 你在贫富了心情之后回到家 你有夸他吗 有给他一个拥抱吗 没有吗 你想让他做事 你用的都是指责批评比较 所有的都是暴力沟通 对不对 你越是暴力沟通 不是越把他往外赶吗 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柔软的方式 我知道你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不行 这就是我说的第三点 其实我们80后这一代人 我们小时候活得并不差 小时候父母也是宠的 也不干活 结果长大了结婚之后 那么多琐碎的事情 所以带来个什么东西 事儿都不是大事儿 带来的是情绪的压抑 你现在是被情绪吞没了 所以你说不出好话 你全是抱怨 我一直说夫妻是什么 夫妻是相互之间的支撑 支撑是什么 我知道你有情绪 你脾气吵我发 你有脾气的时候 我带着你去哪儿玩 不会 你老婆身上有多少情绪 她站在台上 我都能看出来 你老婆就是属于那种活全干了 不落好 为什么不落好 因为她那么多的情绪 没法宣泄之后 只能吵你输出 吵你输出之后 你明明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你憋在嘴里面了 你一句话都夸不出来 所以你看是不是恶性循环 你因为你的情绪去抱怨她 她因为被你抱怨了 所以她对你所有的夸奖 夸不出来了 恶性循环 所以很简单一个道理 先把情绪宣泄掉 然后在彼此之间 在日常上面 多倾听多沟通 多帮对方干点活 双方之间 把对对方想要说的 感恩的事说不出口 给她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 又落在实处 变成一个实际给对方的东西 慢慢慢慢把这个情绪 给宣泄掉 争取早日走上正向的循环 就这样 听完你们 然后再听完 我们三位导师发言之后 我憋得胃疼 快别憋着了 你们居然都感动 她的什么上楼前 车里待三十分钟 我们女人怎么没有啊 我们也上班的 我们还要带娃 我们怎么没有 什么所谓的放空 圣贤三十分钟啊 然后我就坐这儿想 那就是车惹的祸吧 如果没有车的话 大家都是坐公交车 或打车的话 还会在楼下待三十分钟吗 找什么理由呢 我一想 嗯对 过去的时候 男人们也会在楼下待一会儿 他们会抽烟 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老婆说 我放空一下 和不把烟味带回家 然后我又在想 那时候女人在干嘛 她们下了班 挤完公交车 拎着大包小包 她们在楼下待一会儿了吗 她们为什么不需要 慎闲三十分钟 因为她们要回家做饭 要管娃 知道这一夜忙碌的生活开始了 要什么三十分钟 你也配 然后动不动什么 家是港湾 她是那港湾 你是那船是吧 你是那船 你出去自己挣钱啊 你别让她养家呀 你别让她工作啊 既然你们是两艘船 什么是港湾 家是港湾 难道不是互相给的港湾吗 凭什么要女人光在这里温柔 做男人的回来了以后 理直气壮的 洗碗我不爱 做饭我不好吃 辅导孩子我脾气不好 我爸我管不了 要你干嘛 她为什么今天站到这里 简直是毫无生气 因为整个已经被压垮了 你要她什么温柔啊 我经常会劝男嘉宾 在家里头多说点甜言蜜语 可能你们的老婆 会在干家务活的时候 更起劲 但对你 请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干活 凭什么他们一定要演化成三头六臂 而你们退行的一个胳膊都不长了 你有爱好改装车 还希望能够变一种生活方式 有一个温柔的老婆 且不阻止你玩改装车 她有什么奢侈的爱好吗 你会有我要求一个梦想 我的梦想里头 有丈夫下班回到家陪我玩 帮我干家务活 且我还能够有钱买包包 钱买包包的时候男人不管我 你有这样做做的梦想吗 有啊 但是没办法实现 所以你不会跟他提 对吧 但他会跟你提 所以这个问题在哪 就在你 身在福窝里头 你做了什么 你不是万恶不赦的丈夫 你有你自己的可取的地方 但是 很多东西你做了 却不够 你老婆却做了太多 生活里头 如果你能够替他 把什么事都做一些 家务做一些 管孩子做一些 照顾老人做一些 日子可能也就过下来了 如果你调整不了 还理直气壮的绝德 我你看多辛苦 在外头怎么样了 我还需要怎么着 你老婆不辛苦啊 你老婆在家里头 面对着自己 可能小孩一会就翻脸 老人一会就板脸 出去了以后 跟你一样啊 也有顾客挑剔 也有这也有那 回来了以后 他到哪躲起来 所以为什么现在说 过去的父亲干嘛 能修灯泡 能修车 能修电器的 现在的爸爸干嘛 会上洗手间 会躲在车里 就这 你自己想想吧 米娜老师非常愤怒的 那关于那三十分钟 她愤怒的不是那三十分钟 她愤怒的是 现在男人在家庭当中的 不担当 关于改装车咱不配 为什么 其实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们是要阉割自己的很多的 这跟你有没有钱没关系 有了孩子 男人就没有爱好了 真的没有爱好 我的所有爱好全都丢了 不是要丢 就是没法不丢 因为你正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那小崽子过来给你弄一下 你还能继续吗 你就仔细想 最后就是总结一下 陆琪老师说到了沟通 既对方的好 米娜老师叫当头棒喝 她当头棒喝就是 咱确实没那么多的权利 咱确实没那么多权利 收手 收手 剩下两位老师 其实都说了嘛 还好 我们看到的都是希望和光明 我们就希望你们能活在今天 开心地活好今天 放松一下 都太紧了 好累啊他们 来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假如我们能以后少一些争吵 多一些理解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沟通 我把我的一些毛病不好的习惯 也改一改 也希望你能改一些 那样我会考虑考虑我们的未来 通过主持人还有各位老师的电评 然后我感觉我自身也有很多问题 咱俩最主要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缺少沟通 缺少有需要沟通 然后我的一些问题呢 那家务还有孩子 我以后也尽量多带一些 多做一些 然后我也希望你能对我有一些认可 不要每次把我想象得那么不堪 然后我也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去改变大家的生活 好 以后试着理解你说一些 白说了活在当下 夫妻的事翻篇了嘛 加油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老师 请回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肯定是双出 肯定双出 妻子最后都笑了 不再是灭如死灰了 行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俩相见的时候 怎么好好的在这个当下 享受片刻的那种时光 来 请开门 你出啊 个大男人的 你还等啥 快点跑啊 快点 主动点 哎呦 要不然我说现在男生 都怂了就在这儿 居然拉手的是老婆 而不是先生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啊 开开心心的啊 就把今天的日子过得好 每一件小事都过好 就OK了 谢谢两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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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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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回到家里 该磕碰还会磕碰 所以加油吧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家里都是我说了算 但是自从他生病以后 却处处管着我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奇管炎 他口口声声说 却爱我一个人 但是我现在发现 他和我身边的疫情特别暧昧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难道我不应该管他吗 他现在一点也不体谅我 我对他的好 他从来都不领心 反而还总是挑我的毛病 我觉得特别憋屈 他总觉得他爱我 但我觉得他对我的爱 都是出于怜悯的 我需要的是真诚的爱 他就感觉不了我 有请你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刘24岁来自天津 酒吧舞台总监 女嘉宾小张23岁来自天津 奶茶店店员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来干嘛 怎么说呢 感觉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一直在生活上也好 很压迫我 还有我现在就是对他的很多好意 都完全当成驴杆废了 要寻找回那个曾经的他 是吗 是的 那就说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吧 大概十个月之前吧 他是得了一个病叫红板狼创 免疫系统的疾病 可能也是有一些压力吧 就是当时没多长时间 就跟我提分手了 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又不是感情方面有问题 这个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 我当时就拒绝了 自打拒绝了之后 他这个性格呀 还有就是对我的态度 转变特别大 咱们比如说 他当时吃几次吃的比较多 然后掉头发掉的挺厉害的 我就想体谅体谅他们 陪他一起共进退 当时我是长头发 有那个图片主持人 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好酷啊 因为工作原因 我是在酒吧工作嘛 可能形象还有外在方面 更个性一点 然后我就想给他剃了 给他个敬喜嘛 就陪着他 结果他没有说感觉到敬喜 确实骂了我一顿 我就很不理解 为什么骂了 你说他非得剪了 好几年头发没了 我觉得他形式主义太装了 形式主义太装了 就是我干什么 他都能剩点气 就打比如说 那时候算是他病得 重气吧 病情恶化了 当时就需要做一个检查 叫那个骨髓窜丝 那个特别疼 那个特别的疼 而且本身就特别叫气 跟杀猪了一样 鬼哭狼嚎的 我平常挺坚强的 然后当时就没忍住 掉眼泪了 我进去了之后 他就看见我也哭了 披头盖脸的 就又给我骂了一顿 我都已经那么疼了 我都够难受的了 他还在那儿哭 我都想让他 把我当没事人一样 你当时就骂他 骂他什么 一个大男的哭得哭呀 感觉现在很委屈 我背走你没惹你 对吧 我实在扁不住了 那我没有办法 他就觉得 我好像就给 许情假意的似的 那种感觉 他在病中 那个人的心理和心态 他就希望说 我不要提他这个病 然后我说行 不提病了 聊聊人生大事吧 然后呢 人生大事是啥 他以前特别 在意就是结婚啊 嫁庭这方面的事情 我以前说实话 对这方面挺反感的 因为我挺喜欢自由点的 我就想是啥呢 我也当时跟他说了 回头整急事 正经点的衣服 然后呢 因为平常 平常那个形象比较个性 嘻哈嘛 对 我说跟父母聊聊 这个未来的事情 还有结婚的事情 我本以为他会挺开心的 因为以前我 不喜欢跟他聊这个事都 也是一样 就非常反常的 跟我就吵架 就说啊你太假了 你是因为我生病 你才这样的 他以前那么信心淡淡地跟我说 咱俩别走那么繁琐的礼节 直接领结婚就得了 那你这个事情有假的吗 那你现在跟我说 不还因为我有病吗 不还是可怜我吗 你结婚这个事情 它是儿戏吗 那你现在处理 不是真实意的 我想让你真心的爱 不想让你可怜我 你是想娶她吗 是 我要告诉你 她有这个心理是很正常的 你也别委屈 她生病 我也是可能有点担心了 想让她就是 安安心心地养病 她不是在奶茶店工作吗 工作那个强度也不是太低 我就想想她把工作辞了 再加踏踏实实 好好把病养一养 我说我养着你 就是说我的工资也好 我的经济能力 完完全全足以支撑 咱们俩的支出 她跟您不同意 对 以前她是特别听我的话 都会依赖我 就是现在让我感觉 我心里都发毛 我养你 你也不养我养 我现在我陪她去医院 她都不让我陪她去了 这不是恰恰是她的可爱之处吗 那我一天妈也不敢在家待着 我多无聊呀 最近忙我应该独立一点 你是怕成为她的累赘 对吧 你是不希望 因为你的病 让她改变对你的看法 不希望你们的爱情 变成一种怜悯 是这意思吧 还有就是工作方面的事情 因为我是在酒吧里工作 我是属于舞台总见 也是一个管理层吧 算是 然后主要管理就是艺人啊 还有整体的演出流程 她以前对我的工作 挺那个支持的 因为我感觉 其实我虽说在酒吧工作 但我从来不喝酒 我自认为 我说我是酒吧一股的清流 她以前也是很信任我 但是现在基本每星期 得去查我的岗 而且是那种突然袭袭 看你去怎么叫查岗呢 不是 它是突然袭袭 当时老查老查 查出事来了 那就说明你还是有事啊 不是 主持人您听我跟您说 当时也是另一个部门 它是营销总见 合作了 对我们那女个手 开了一些不好的玩笑 然后当时 是你还是那好 那个营销总见对我的女个手 就是我的部下 不尊重 然后呢 我当时也急言了 她管我那个女个手 管她叫媳妇她喝大了 嗯 我当时也可能有点上头 指着她鼻子骂 我就说敢骂你骂一次 嗯 我说全舞台部女的 都是我的媳妇知道吗 谁也蹦不得 哈哈哈哈 当时就快打起来了都 然后最后兰凯的这事 也就算了 他突然蹦出来了 我都不知道 把我拉到一边 啪给我拉一下 就我一下给我弄梦了 为啥呀 那我当时当着我那边 喊别人媳妇呢 那我 我还忍着 后面我也跟她道歉了 她一直揪了这个不方 但是她不也是她做错了吗 她不也是她 是 太过分了吗 表述界限不清 说实在话 这也就是她 换成全对象 这个事我立马我就跟她断了 嗯 绝对不可能 所以说她多有魅力啊 这个事一直在我心里 就是是当时他也跟我道歉了啥的 但是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词 所以她现在是不是就不放心你了 嗯 你看自打 这之后就是包括我的耳闻 我的公司 现在传出来的声音就是 那谁 家里有条母老虎 是个气果严 早知道就是我在公司挺没面子 是吧 这就这一件事就传吗 还有呢 因为我有时我的团队 我会阻止一些团建 团建 对联系联系感情嘛 然后以前她都很放心 现在的就必须要跟着 那回就也是我手提爷爷的 一个小兄弟和大了 突如出来个事 这又什么事 一个女同事可能对我有点别的情感吧 就喜欢你呗 对应该是吧 然后抱着我就开始哭 我就是委婉拒绝了 我也给人家退开了 都能做证明 然后呢 可能还是上头了 亲我见你 然后呢 我就下一个事躲开了 并没有说让他得逞 然后这事就让我那小兄弟 给吐露出来了 也喝多了 然后就让他听见了 给我玩命打 这不是第一说明 有人喜欢他 你男朋友魅力 第二说明 你男朋友拒绝了呀 这是好事啊 那他跟我封一下自己门呀 这个事我怎么跟你说 我说给你臭闲呗呀 我还是 那你不得了还 你给他希望了吗 主持人 自打完这回之后 又有舔了一个细毛病 就没舔 必须要把我的手机 翻到底 有时候一些小同事啥的 管我借点钱之类的 男同事还好 女同事他就扎毛 把我手机抢走给法院 说啥呢 我是你领导的媳妇 赶快把那钱还给他 要不明天我就让你下岗 您这是动作变形了啊 现在我在公司真的 全都传开了 别说女同事 男同事的也不找我借钱 饭都不敢叫我吃了 你们俩结婚了吗 还没有 没有那就是人家的钱 就是人家的忙 但是 但是啥呀 那他也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那为啥要跟你商量啊 那我有妈 你又不是他老婆 那我有妈 他都跟他商量 那是你愿意啊 给我哑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这个倒不说 这个都不说了 就是这是外面的事 那说说家里的 还有家里的事 我在家里我有个小工作室 那相当于我的小世界 我不想被打扰 每天我得在里面逛个两三个小时 我去工作 以前他都很支持 现在不一样 你必须把门给我打开 上次我就给他踹开 那么我只是想拍拍你呀 然后呢 进去做生活 就这么跟着 就像恶魔一样 那个两个眼睛顶着你 发毛就这么顶着你 我就是看着你 排着你 我怎么是盯着你呢 然后呢 还得问动问系的 你这个设备多少钱 你那爹地多少钱 你信买那几张唱片花了多少钱 有一回没别住 我就跟他说实话了 说完来个钱吧 自打他听完那个之后 跟我说 你是兴趣爱好 那方面 你只要跟音乐相关的 炒过一千块钱 你必须得跟我商量 我没有管他 我举着让他跟我商量一下 你以什么身份 让他跟你商量 那我是他对象嘛 对象是什么 但是我也从来没管他 他花他这么多钱 我也不知道 我举着让他跟我商量一下 为了有个沟通 而且他那么不结局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问几个问题吧 姑娘 你喜欢这男生吗 喜欢 你想嫁给他吗 想 你觉得你的病是个病吗 我觉得不是 你说实话 算是吧 你知道这个病的性质吗 知道 什么性质啊 这不好了吗 他一辈子只能维持了 得了这个病之后 你觉得你矮人三分了吗 我感觉有一点 你在这儿怕他跑对吧 对 你又想拉住他 又想推开他 是吧 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 现在 配得上他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现在你这么在意他 就想想把他抓住了吗 那你觉得你纯粹是因为 生病的问题 还是说其实你的本性里 对这个男生从事的职业 对这个男生的工作环境 对这个男生就没有那么放心 可能以前也是有一点 所以说以前是压抑和装出来的 对吧 生病之后是完全释放了 对吧 因此所谓生病而带来的心理变化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更多的应该是你本性里的东西 对不对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希望能帮我就是 挽回一下以前的那个他 他已经说了 以前他都是装的 所以这个人可能未来就是这样 随着他病情的一些起伏一些变化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反应出来 你能接受吗 我可以接受 但就是他现在对我一些态度 我感觉 他就是这样 他现在就是多疑 他现在就是害怕 他就是想拉住 回不去了 怎么办小胖 我可以接受 能接受就别抱怨 那下面的问题又来了 刚才我问到一个问题 他是你什么人 姑娘说是对象 所以我说他没有权利管这些 你们未来会结婚吗 会 结婚之后他可就是你妻子了 结婚之后可以 打算什么时候结 我的预期是越快越好 你为什么拒绝结婚 我都觉得可能还不稳定吧 什么不稳定 我觉得可能我配不上他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 十月份以前吧 其实在生病之前就有对吧 只是生病了 把这件事爆出来了 生病像一块遮羞布 把你内心最真实的东西 一下就给撕开了 是不是 他的父母你见过吗 见过一次 怎么样 很好 他们家父母呢 见 咋样 也挺好 好 今天你来是要找回他 过去的他 那你来是为啥 我觉得要他跟我一些安全感 你是因为他的职业 不能给你安全感 职业多一点 我要问的就是这么多啊 那这段情感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各位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 您也很清楚 什么如果您ים分析 就说你那么多的人 还有一些丰富 怎么这个地方 我再来也能处理 你那么误定 有很多人 你就ע者 我们肯定 有只能够 你们 那 怎么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